哇 外星人大哥 前两天我看有人说 哎 这法郎锅平时不卖这么贵啊 它不就是跟糖瓷钢子的糖瓷是一回事吗 亲 你说对了 法郎就是糖瓷 糖瓷就是法郎 但是 糖瓷钢子和法郎锅它还真就没法比 不信 带你去看看 早 出发 欢迎来到法郎锅的世界 我们就看看这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是绝绝籽 锅中爱马仕 我跟你说那不是白不叫的 任何一个摆在家里当个艺术品 过分吗 用这锅煎牛排 分分钟煎出高档新鲜的感觉 先看这个 海鲜焗饭或者是无水焗海鲜 完美所鲜 用它蒸个水蛋 用它做个腐蚀 上到烤箱里做个欧包 天哪 你这声音想吃不想吃 来 看看这锅 造型是不是有点特殊 其实跟一般的法郎锅 完全没有区别 只不过是 在它们特别的节日当中 增加了仪式感的氛围 这个烤个披萨 必须直接进烤箱 然后直接上桌 这个看着熟悉吗 来 你们能想到什么 是涮火锅吗 这个叫什么 芝士火锅 吃完了以后 好吃肉长肉 大家熟悉的德国双利人 美国泰拉蒙吉普森 包括加拿大的轮胎 这些品牌都是这里生产的 敲黑板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铸铁类炊具生产基地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法郎锅 都是来自这里 我的天哪 心里瞬间不断 让人家的厂区 随便点一脚就放这 别出锅了 都发到我家去吗 嗯 材料 窗口 哇 天哪 这都是真的该说的 哈哈哈哈 啊 天哪 二十公斤 二十公斤 这么沉啊 嗯 那这这得多少吨啊 这有多少吨 两千 两千吨 哇 显得我好渺小呢 但也仅仅是十天的用量 每年这里将消耗 两千万吨的面包铁 我的天哪 我跟大家说 我这所一切都是安全拍摄 一般人你们都看不到这里 来吧 带你们开眼界去 哇 哇 外星人大哥 瞧见没有 这个叫做熔炼炉 我们把那些大铁块放在这里面 直接把它化成铁水 你这 你这衣服是防抗的是吗 对 对 隔热服 隔热服 哇 眼都花了 你知道吗 一直看着这一炉铁水 先把便包铁 在这个熔炼炉里吧 把它化成水 上面的那些脏东西杂质都取出来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把这个铁水运到下一步了 这里的温度 一千五百五十度 可以只能 这事只能由外星人干 每个页 每个页 快看 哇 好好看 每天这儿都可以上演烟花表演 现在它就开始压磨了 每一个磨压成之后你都可以看到 看到前头了吗 那个就是在筑铁水 把那个铁水筑到这个模具当中 接下来锅就可以盛水了 能看到里头的铁水吗 看到铁水了吗 来 搬铁水 一千五百五十度高温的铁水 是用什么能够把它复形而不融化其他呢 三样东西 第一样 我手中的黏土 第二样 煤粉 就是我们烧的那个煤 还有 细砂 握不住的砂 就让它 铁锅吧 让你们看个细节 能看到桌上的这些小粒粒吗 这些是钢砂 它最锅进行第一次打磨之后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刚刚我们看到带钢砂的过程是粗烤 然后这是一个基础打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锅 上面会有很多凹凸布皮的 然后呢 师傅就会把这些 能做非常明显的看到 有粗布的不整皮的地方把它抛掉 然后下面还有一种是青槽 来来来 看看 快来这儿看 OK 筋吧 现在它在底面就是真空的打磨了 然后打磨出来之后就像这样了 然后打磨出来之后就像这样了 就是彩色的用了 你看看 泡完以后多好看 跟你们说一个秘密 就这些颜色 这都是商业机密 只有我们河北有 他们谁要告诉我 我的天哪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库房 明天这些锅上天的上天 海沿的海沿 将发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我的天哪 你看看有多少锅呀 你就说我们的法郎锅 在世界上有多么的受欢窑 哎呀 没有一个发往我们家的 哈哈哈哈